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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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行菩萨建中品用 那么就是按照偶一大师说的 就是带略圣迎身 然后呢进入法身位后呢 静心菩萨建威西用 我们说这个时候建的是 这个他受用报身 那他受用报身 那么 他受用报身 那根据始法界众生 他的境界不一样 他看到的佛波瑟也不一样 那么 再往下呢 我们讲完这个 在心的生灭门当中 真如的起作用 这一节之后呢 我们认识到 心的生灭门当中 因为有如来藏 有如来藏以后呢 就有生灭心 就产生了 这个生灭心呢 是由生灭的前七时 跟不生不灭的第八时 如来藏 合合在一起 形成了众生 始法界众生 所以始法界众生 都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合合 那么始法界的众生 都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合合 这个生灭和不生灭的合合 叠加在一起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叫阿雷耶时 也叫藏时 藏时就有藏的意思 那么他设一切法 就是藏一切法 他生一切法 他还能生一切法 同时呢 他除了生法 藏法之外 他还有呢 能够产生觉和不觉 就是说 这个阿雷耶时 他是活的 他有自己自觉的这种 这种本性 那么产生觉 就正确的认识 阿雷耶时 以至于最后 破和合时 灭转时相 转时相 转时就前期时 破和合时 什么和什么的合合呢 阿雷耶时 第八如来藏 第八时和前期时合合 所以叫破和合时 给他破开了 灭转时相 把前期时灭掉 显现法身 清净之骨 那么这个时候 显现法身 法身是我们的离体 就相当于我们镜子的背 镜子体 清净之就相当于镜子的像 就相当于镜子的亮光的这一面 有光 那么显现法身 清净之骨 这个清净之骨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阿雷耶时的和合时破掉 灭了转时相 灭了前期时之后 它出现了绝 这个绝 绝的是什么 绝法身 所以呢 清净之骨 是能证的智 法身是所证的理 理智 到这个时候 变成不二 叫如来平等法身 什么和什么平等呢 如如智跟如如平等 如如就是离体 如如智就是清净智 他们平等 平等完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称之为法身 那么这个法身呢 它就像镜子面一样 它除了有镜体之外 它还有亮光 这个亮光我们叫智身 所以智身跟法身是一件事 如果你强调它这个镜子体 那就叫法身 如果你强调镜子出光 那就叫智身 那么智身 有智身一定得有法身 有法身一定伴随着智身 所以我们上次学到了 这个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就说呀 以心本性 以心自性 你说色心无二 以色本性及心自性 那么心呢就是智 就是精神 那心的自性当中呢 自然就带着色的本性 就具有 它本性上面就带着色 那么心的本性呢 自然呢 以心本性及色自性 色自性当中 就自然就带着心的本性 就换 静体自然就带着光 光自然就有静体 两人缺一不可 那成了佛之后 那我们不用再叫心和色了 色呢就变成了法身 这个心呢就变成了智身 智身呢就是我们如来的波若德 也叫我们自受用报 自受用报身 我们的法身呢叫做我们的离体 就是我们的法身 法报合一了就平等了 所以一切如来平等法身 那么我们昨天讲了 佛老说法身 我们很少听到经教当中说智身 因为我们对法 对色的接触呢 比较敏感 我们昨天也说了 莫纳什的有五个名字 其中的第三个名字叫现实 如其五境对质极限 无有前后不由功利 五境就色身相畏处 这五境对待莫纳什的时候 莫纳什立刻就给它献出来 不由功利 不需要修行 就能把它圆满的献出来 而且呢 这个同时没有前后 所以呢 那么这个色法 在莫纳什上接受起来容易 所以莫纳什的第四个名字 第四个名字叫做智身 就是我们说的智身 这个智身呢 分别染尽出诈别法 它得通过分别 它要费劲 它要费一番力气 所以呢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真如的用 那么在佛果地上 如来 这些如来们 对我们这些实法界的众生的加持 帮助 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如的用 这个用呢 我们前面讲了有平等缘 有差别缘 那么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我们实法界众生 因为我们有实 有分别式时 有业时 我们根据这两个时 看到两种不同的佛 根据分别式时 我们看到的是化身佛 根据业时 我们看到的是报身佛 或者自受用 或者他受用报身佛 那么说报 就是对因而说 因为我们通过修行 得了这样报身 所以对因说的 是得报身 但报身呢 对于性德上 并没有任何的增减 性德当中 本身就具备报身 所具备的所有的这个 这个功德项 那么下面的问题是 我们不能停留在 新生灭门当中 我们要从新的生灭门 如何走到新的真入门 走到真入门 进入了真入门 就正德如来了 就从生灭的 新的生灭性当中 生灭就是死 就是苦 生老病死 变化苦空无常无我 不敬 这样一种 过恶深重的这个领域 我们走到 这个常乐我静 寂静 不变 自在 大智慧光明 变照法界 走在这个真入门当中 那么首先 他可能不可能走进 是可能的 不可能走进 那不是掉胃口吗 你跟我们说了 生灭门有很多 过恶深重的现象 你也跟我们讲了 生灭门当中的 很多的成就 成就的因 也讲了他的果 那么我们能不能摆脱 新的生灭门 走到新的真入门 这是我们最最关心的 也是我们学习佛法的 关键所在 首先有没有这种可能 佛说有 通过什么方法 能够走到新的生灭门 从新的生灭门 走到真入门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 你把新的真入门 介绍给我们了 你也把新的生灭门 介绍给我们了 告诉我们 新的真入的性 是什么样的性质 新的生灭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我们都清楚了 下面的问题 就是我们希望 从新的生灭门 走到新的真入门 所以我们继续学习 今天我们就继续学习 起信论 和偶艺大师 大乘起信论练网书 我们一边读学习起信 一边看起信论 一边看偶艺大师 针对这些起信论的 这些经教 它是如何开始的 父次 我们下面就继续学 父次 为令众生 从新生灭门 入真入门 父次就是 接下来 我们为了使众生 令就是使 众生从新生灭门 进入真入门的原因 这个原因 然后偶艺大师说 众生无始以来 从未误故 众生啊 没有开始 无始以来 就在当下 或者说是很远 很远和当下 是一不是二 他说是一 那他就无所谓过去 也无所谓现在 就叫无始 众生无始以来 就在当下 从未误故 从来就没有误 从来就没有开悟 从来就没有明白过 那么从来没有误什么呢 从未误故 从来没有明白 真法是一 那就是我们说的 根本无明 不如始之 真法一故 这叫从未误故 没误 没弄明白 不知道这一桩事情 则无始以来 从未误故 那么真如 没有误故以后 怎么办呢 就相当于我们 原来是醒着 突然睡着了 进入到睡眠状态 真如 具体而成生灭 真如就是我们 醒的这颗心 具体 具体就整个真如体 没有一点剩下了 诸位 不是说 有一部分真如 进入到生灭了 还有一部分真如 是留在不生灭当中 没有 真如要不然 不动 要动就全都跟着 一点都不剩 所以真如 具体而成生灭 整个真如 投入到生灭的世界当中来 那么这为什么真如 具体而造成了 生灭的世界呢 造成了新的生灭现象呢 就是因为 从未误故 这叫根本无明 或者叫驻地无明 驻地无明 根本驻地无明 驻地的意思 地能生长 这个无明能生长出 其他的枝末无明 和派生出 其他的妄念 以及最后 使法界的众生 但是根本的无明 在于 无始以来 从未误故 刚才我说了 没误的什么呢 没误什么呢 没误 不如实之 真法一骨 你别看他有八识 八课心 什么第八识 前期识 莫纳识 义识 眼耳逼舍身意 但是他确确实实 这八识 不知道 他们是从真法 一骨产生的 都是在向外分别 都是在向外分别 那么 阿赖耶识 带着过去生的习气 形成了 剑分和像分 像分当中 形成色身 正报 形成一报 江河 山河大地 他形成了 正报的色身 形成了一报的 这个世界 山河 同时呢 他这个 阿赖耶识 还有剑分 剑分就是能剑 那阿赖耶识的剑分 阿赖耶识的剑分 被莫纳识 所执着当成我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又建立了前六识 建立在莫纳识上 对外建立我所 形成了前六识 所以莫纳识 左边拽着阿赖耶识 拽着第八识的剑分 当成我 右边被六识 所依附 构造出我所 所以我和我所形成了 我和我所形成了 那么 我和我所形成了 那么 第八 就是阿赖耶识 他的相分当中 有正报 就是色身 是色 色当中分成正报色 和一报色 一报色 被莫纳识 被莫纳识 依附于莫纳识上的 前六识 又对第八识的相分的 一报色 色身相为处 开始攀缘 你看 第八识的剑分 被莫纳识执着成为我 第八识因为有剑分 所以就形成了相分 就是正报的色身 跟一报的色界 那么 这两个正报的色身 跟一报的色界 山河世界 外在世界 都被这个莫纳识 来分别 来执着 那么莫纳识 用什么工具 来分别 第八识 阿赖耶识的相分 他用前六识 前六识 执着这个色身 是我的正报 是我 执着色身以外的 山河 环境 为我所 所以我们看到 第八识的剑分 依托于莫纳 通过六识 来攀缘 第八识的相分 正报的色身 上面 有六根 有六识 来攀缘 一报的 这个 一报 来攀缘色界的一报 色的一报 实际上 你看看 转来转去 他实际上是 见分 在研究相分 见分 在跟踪相分 在研究 在攀缘 在琢磨 在执着相分 他从来没有 向内观照 你这个见分 相分 是哪来了 相分 见分 是 阿赖耶识的 启用 启用的这个识 一定是有四分 正字这种分 跟字正分 相分 和见分 见分和相分 正字正分 跟字正分 是我们识的体 这个体呢 一定会启用 用呢 就是见分 跟相分 那么 见分和相分 见分和相分 那么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正字正分 是体 字正分 是相 用呢 是见分 跟相分 所以你看 任何一个识 八识 它也有体相用 也有体相用 所以 我们 这是我们新的 生命门里边的现象 因为它不如实之 真法 一故 就产生了八识 而这个八识呢 见分 攀原自己的相分 见分也罢 相分也罢 都是这一颗心产生的 心不见心 无相可得 就和我们的眼睛 看不到自己眼睛一样 实际上是 你看不到自己眼睛 有相的 心也是看不到 自己心相的 因为就是一心 它没有对立 心本来是无相 这个道理呢 比较深 慢慢参究 反复的琢磨 经常的阅读 久而久之 你就切入境界了 就是一心 就是一只眼睛 这双眼睛往外看 能看见景象 但是它看不到 自己的眼睛的相 看不到眼睛的相 所以 这个眼睛是无相的 这颗心也是无相的 心尚且没有相 心的见分能有相吗 心所产生的相分能有相吗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他说 众生无始以来 从未无故 真如 具体而成生灭 我们学 我们学到这儿了 整个真如 都变成了生灭 在生灭之外 这句话的意思 就没有另外的真如 那就没有另外的真如 所以 我们 要不然 不在生灭里面待着 我们如果要在 新的生灭门里面待着 对不起 这个生灭以外 没有真如 而这个生灭现象当中 除了色法就是心法 换句话说 除了色法物质 跟心法精神之外 就没有真如了 所以离开色心二法 何处去密真如 我们到哪去找真如 我们的问题 不是把眼前的色 跟眼前的心 就是精神物质 抛下去 在它们之外 去找另外一个 凝然的真如 安安静静的 不参与生灭的真如 我们问题 我们这样不行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 我们的要领是 如何把现前的 这个生灭的色 跟生灭的这个心 生灭所产生的 物质跟精神 把它们转变成真如 因为它们是真如 具体而成的 它们本身就是真如 具体而成的 但是曹尔和伟大师 往下说 舍生灭心 你把生灭心丢掉了 何处更有真如啊 那到哪去再找真如啊 没有啊 因为真如具体 整个真如具体 变成了你眼前的生灭 换句话说 简单的说 变成了你眼前的 物质跟精神 你把生灭心扔掉了 把物质跟精神扔掉了 那么物质就是所谓色 色实际上是心的相分 这个心分成八个心王 这个八个心王 产生五十一种作用 叫心锁 心王心锁加在一起 八加五十一 一共是五十九 五十九个心里 这个心 心王心锁 它都有见分 同时都产生相分 这个相分 就是我们说的色法 多少个色法 十一种 简单的说 色生相畏畜 眼耳鼻舌身 再加上意识当中 所源的五表色 你看我们的精神当中 经常会想到一些物质 想到一些形象 谁也看不到你在想什么 但是确确实实是色法 它不是精神活动 所以舍生灭心 何处更有真如啊 这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舍生灭心 何处更有真如 可惯呢 你惯在这里边 按印光大师说 就是修啊 你把生灭心给舍掉了 你到哪去更有真如 可以让你修得真如呢 所以你必须活在当下 你就得在生灭门当中 修得真如 何处更有真如可惯 没有了 舍去这颗心的生灭心 就没有真如 可以修惯 可以观察 可以切入境界 可以找到真如 舍生灭心 何处更有真如可惯 意思是说 舍去现前的生灭心 到哪再去找真如啊 观就是寻找嘛 观察嘛 你到哪再去观察真如啊 故 是欧语大师说 所以 故就是所以 故须 即从心生灭门 观其生灭 本部生灭 乃能入 真如门也 所以 须就应该 即 旧从 即就是旧 旧从 即从就是旧从 心生灭门 旧在心的生灭门当中 干嘛呢 观其生灭 观这个心的生灭 生灭门当中 观他这个心 其就是心 观其生灭 观心的生灭 本部生灭 没有生灭 这不是 那这怎么可能 我们明明在心的生灭门当中 观察到这么多的生灭现象 他怎么本部生灭呢 明明看到很多生生灭灭的现象 你怎么让我看他本部生灭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生灭 其实是不生不灭 哎呦 你要真能观成 那 乃能入 真如门也 你就进入了真如门 那么 观其生灭 本部生灭 乃能入真如门也 把这个生灭 看破 就是张家 张家霍佛跟近空 老人家经常说的 看得破 看得破就是把生灭 看成不生灭 观其生灭 本部生灭 所以你看到的 所有的生灭现象 都是幻象 他本来那个法 是不生不灭的 是不是没有这个东西 于无物中 忘记为有 这是我们六道凡夫 所看到的法 没有这个法 你把它当成有 那么阿尔乘 初行菩萨 比较认识到了 不把无物 不把这个没有东西当成有 但是呢 他认识深入了 深入以后 他看到一切从元神法 一切法都是从元神的 但是他把这个法没看透 他认为这个法还是真的 他没有认识到这个法 是因为因缘 从真如而产生的 他认为法是真实的 就叫法执 前面那个 于无物中忘记为有 叫我执 人我执 后边这个呢 阿尔乘跟初行菩萨 有法我执 把法当成真的 他没有注意到 一切法都是从元神法 从元神法 皆如幻世 从元产生的东西 就和幻象是一样的 那么 从元神法 从哪生啊 这个法 都是从 原成实性 叫真谛 那么 真谛能找到吗 真谛 就是真如啊 非心所行 不可批语 不可言说 不是你的心形 所能联系到的 不可批语 你不能用比喻 来比喻它 也不可言说 你也不能用语言 来描述它 那行了 凡夫六道 是把没有当成有 四圣法界 是把从元神法 当成真法 那么 这个也是错的 那么菩萨 到了法身菩萨 追求第一异地当中 他要追求这个第一异地 要有像 他就老追究 这个第一异地啊 这个真如到底什么样啊 它有没有存在性啊 它存在在哪里啊 非心所行 不可批语 不可言说 如果明白这个了 他就知道了 真如 不可批语 不可言说 非心所行 不是你的心 所能联系到的 那就 那真这个无明 就放下了 妄想就放下了 放下之后 分别执着妄想 放下之后 你就见到 生灭 就把生灭的现象 就去掉了 就是你刚才看到的 那些生灭 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如 就当下 生灭就消失 你就看到原来那些生灭 就是一个真如 这个思议 这个境界很不可思议 刚才看到的 梦里明明有六曲 醒后空空无大千 就这意思 你睡着了 明明有六曲 十法界 非常丰富 一正庄严 等你一醒过来之后 发现 十法界根本就不存在 根本就不存在 生灭 本不生灭 十法界是生灭 这个生灭 实际上是不生不灭 就是一颗真如 乃能入真如 你就要 如果你能做到 在生灭当中 把这个生灭 修成不生不灭 观其生灭 本不生灭 你要能够观察 要随闻入观 切入境界 把生灭变成不生不灭 那么你就叫做 进入真如之门 我们说 我们怎么才能进入真如之门呢 你能够把生灭 灌成不生不灭 还是按照英光大师说的 我觉得这个字 说得非常准 就是灌就是修 你能把这个生灭 修成不生不灭 这个时候 你就是在 进入门里边了 换句话说 抛开生灭 没有另外的真如 让你去 让你去进入 那怎么灌呢 那复次 为令众生 从心生灭门 入真如门 为了让众生 从心的生灭门 进入真如门的 这个原因 令观色等相 结不成就 令观色等 结不成就 我们令就是让众生 令就是让 让众生观 观就是修 修色等 结不成就 都是不成立的 都是不存在的 云和不成就 为什么说色等 结不成就 为什么说 他色等 不成就 等是什么 色为什么不成就 他的等又是什么 他下边回答了 令观色等 结不成就 云和不成就 先停在这 这是启信春的 这句话 那么欧一大师 接着说 此总举色等 以为所观净也 在这里 此就在这 总举 总举的举起来 色 总举 提纲协领的 举出色等 以为所观净也 作为我们 所观察的对象 我们把色等 诸法 作为所观察的对象 净就是对象 我们研究的对象 等者 令观色等 这个等 是什么意思呢 等者 等于四运 即无为法 等 我们说五运 的其他四运 色是一运 等呢 就等于四运 就不说那个色 受想行识 受想行识就不说了 用一个等字代替 等于四运 即无为法 还有一个 五运 色受想行识 都是有为法 有为法 对应的是无为法 所以有为 无为 都不成就 这个等 就等两种法 一种是 其他的四运 和无为法 其他四运 那么他就说了 我们故事说 令观色等 结不成就 云和不成就 为什么说色等 诸法都不成就呢 他先举色法 为 我们先分析色 为什么不成就 为 分析粗色 见之微臣 富以方分 细此微臣 是故 若粗若细 一切诸色 为事望心 分别影像 实无所有 他先分析色 这个色字 在这里边 我们说了十一种色 我们昨天学习了 十一种色 那十一种色呢 我们的五官 眼耳鼻舌身 五径色声相畏处 还有一个色 就是我们意识里边的 关于色的建立 想象 叫无表法 看不出来 这个色没有表象 其他的十种 都能够显色 都有表象 那么分析 那么这个分析粗色 就分析这十一种色 这十一种色呢 它在粗壮的情况下 非常粗的情况下 我们分析它 分析就是抛切它 分 细 拆开它 细就是拆开 分就是分开 分析在这里是一个意思 叫同一词连用 就是一个动作 我们把一个 整体的一个色 通过分细 细开 拆开 逐步逐步缩小 原来是 比如说吧 原来一立方米 我给你变成半立方米 半立方米 我再给你变成四分之一立方米 四分之一立方米 我再给你变成八分之一立方米 从粗的这个色 这个体积 慢慢慢慢细化到 非常非常小的色 的存在形式 那么为分析粗色 我们首先拿到粗色 来分析它 来拆开它 来切割它 一刀一刀的切 一部分一部分的 拆开它 建置微尘 这么分着分着分着 就到了什么程度了呢 就到了分尘 就到了微尘这个大小了 那换句话说 用我们现代科学的 这个方法来讲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比如说一块木头吧 我们就切割它 切割割割 切到最细的时候呢 微尘 微尘就是小 尘呢就是尘土 那么一报当中 最小的叫尘 那么我们把它分析到微尘 这么大小的时候 把粗色 通过分析 变成了微尘 建置微尘 逐步逐步 给它修到了微尘 这个微尘 在我们物理当中来讲 在我们现在的人当中来讲 就是分析到 比如说分子阶段了 是吧 很多的分子堆积在一起 形成了粗色 我们把这粗色 慢慢慢慢的分割 分割到分子量级了 到了分子 以分子为单位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叫微尘 那么到了这个分子量级 比如这个微尘 他说叫微尘 这个微尘 是不是分子并不重要 可能是个分子群 或者是什么 反正就是很小的 一颗尘埃那么大 因为它很形象 它当时没有说分子 分子是我们后来 在化学当中 形成的科学的概念 这个呢 实际上在佛法当中 它面对的这些老百姓 它可能不懂化学 它没有上过大学 它没有学过化学 那你要讲分子 分子式 分子群 分子链 它不明白 它说微尘 都明白了 一颗尘土 非常小的尘土 互以分细 为分细出色 见之微尘 也就是说呀 我们把这个大的色体 逐渐的切割 切割 给它变成了微尘 变成了尘 那么这个 我们眼前看到的色 我们用这一个色 代表十一个色法 因为眼睛所见的色 它殊胜 它既有现色 它有阻碍的意思 也有阻碍的意思 所以它这个色 这个字书生 所以我们把十一种 所谓的物质存在 就统称为一个色 或者换句话 我们认为有十一种色 那么眼睛所见的色 我们能够理解 那么耳朵所听的声 它是一种物质存在吗 声波 是 声波 也是粒子 敲击耳膜 形成声音 它也是粒子 声波震动 所以这个波 也是一个粒子 一个粒子组成的 如果你分析粗的声音 见之微尘 见之到这个声的 这个声波里边的粒子 声的粒子 你就发现了 你可以分析到 把粗状的声音 分析到 声波的粒子状 粒子级别 到这个时候 那这个粒子也罢 我们看到的颜色也罢 那么 负以方分 因为 负就是幼 以方分 因为它有方分 再小的微尘 它也有方分 什么叫方分呢 就是体积 又负以方分 又因为 这个微尘 有体积 微尘它有体积 细此微尘 那我们再把它切 再把这个微尘 既然有体积 我就可以切你 细此微分 我再给你分 我再把这个微尘分了 事故 所以啊 你要这么个 你要是这么一个处理方法的话 事故 若粗若细 一切诸色 为事分别影像 事无所有 那你到了微尘了 我们认为 好像这是不是个最小单位了 好像它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粗色 存在在微尘这个量级上 如果再也不能分了 那这个微尘 那就是实实在在 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色 但是很不幸的是 因为这个微尘 它有体积 有体积 我就可以继续的细此 分割它 那么 那我要这么下去 那微尘也不成立了 因为微尘 一被细分 就变成半个微尘 半个微尘 再一细分 变成四分之一的微尘 又可以无限的切割下去 事故 若粗若细 所以啊 无论粗色 还是细色 细到微尘这些色 这些一切诸色 这些一切诸色 粗就是讲的粗色 细就是讲的微尘 它们都是色的存在形式 若粗若细 一切诸色 为是望心分别影响 完全是你望心 在分别的时候 所产生的相分 影响 实无所有 并不存在 实实在在的说 它们并不存在 粗的分一成微尘 微尘因为有体积 再接着分 那你说这个微尘存在吗 微尘也不存在 它要存在就不能再被分了 那真实是存在了 它不行啊 它因为有方分 它就可以被分 既然被分 那说明它不存在 那么 你看偶一大师 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呢 此相关色运不成就也 色运 这个运字 这个运字是堆积的意思 色是 色就相当于苹果 运呢 就相当于堆 色运我们举个例子 叫苹果堆 一堆苹果 所以色是名词 就是叫做 是一个概念 就叫物质 那物质堆积在一起 叫色运 那个色运堆积在一起 就是粗色 粗色我们就分它 分分分分 把堆积在一起的色 逐步逐步的分析 分析到微尘 我们发现还可以分 那就是永远的可以分下去 永远的可以分下去 那么这永远的就不存在 一个不能分的色 此相关色运不成就 色成就吗 真的有色吗 不成就 这个成就意思 就是存在的意思 确确实实色运 色物质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是什么 它是什么 为是忘心分别影像 你看 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眼石 我们的眼睛 眼石呢 这石 本身眼石是心王 这个心王就有 见相四分 见 它就有四分 四分的体分 是自正分跟正子分 是这个眼的体 眼石的体 它启用 二分用 两部分作用 一个是见 一个是色 所以眼睛所见的色 实际上是眼石的什么 相分 也就是你分别的影像 相分不就是你的见分 所看到的影像吗 所以是影像 它先观色运不成就也 微臣 他就欧易大师说了 他首先先考察色运 我们来证明它 是不成立的 是没有的 微臣 他就 他就来分析了 微臣 摄有方分 如果微臣 它有体积 便可分析 那我们就可以 切它 那么 绝非实有 对吧 你说你微臣 咱们先说吧 你说这个微臣 有体积吗 有 那有我就能切 既然有 能被我切了 你刚才说那个微臣 一下变成两个小微臣了 你刚才说的微臣 存在吗 绝非实有 你刚才说的微臣不存在 它是由两个小微臣组织的 那这两个小微臣 组成在一个刚才的微臣 这小微臣存在吗 那我就问你了 这小微臣有体积吗 有方分吗 有 有我又可以切 那我又可以切 那刚才那小微臣 又被分成两半 那个小微臣存在吗 也不存在 绝非实有 我们再读一遍 此先观色运不成就也 微臣设有方分 便可分析 绝非实有 这是讲的有方分 有体积 如果你要说它有体积 那我就可以切它 有我可以切它 它就真的不是 真实存在的 若无方分 如果这个微臣没有体积 没有体积便是非色 色都有体积 你说它没有体积 你还能称之为它色吗 就不能称之为色了 所以这不就矛盾了吗 你要说它色吧 它已有体积 要有体积吧 我就能分它 我要分它吧 它就不是实有 那你说这个微臣 它不是色 它没有体积 没有体积 就不能称之为色 因为色的定义当中 色全有体积 你要说它没有体积 那它就不是色 那咱就不讨论了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有体积的色 怎么处理 所以 故知 粗细诸色 皆是旺心 所现相分 大家注意看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无论是粗细 诸 就是各种各样的色 就是色生香味触法 眼耳鼻舌身意 这十一种粗色 诸色 诸就是这十一种色 结是旺心 所现相分 欧义大师写得更清楚 都是你的旺心 所现的相分 这旺心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的八个心王 和五十一个心所 这个心王和心所 它们都有见分和相分 自证 证自证分 自证分 见分相分 每一个心王和心所 都有这四分 这个四分当中的相分 就是我们说的色 就这意思 结是旺心 所现相分 结是旺心 所现相分 所以你看没有 这个相分是色 这个相分的产生 是旺心 那么这个旺心 产生了色 心外 十 无色也 心外有色吗 除了这八十 心王和五十一 心所之外 你还能找到色的独立存在吗 跟心没关系的色 不行 所以 心外 十 无色也 所以所有的心 所有的色 都是你心产生的 换句话说 我们到今天 学到这我明白了 所有的物质 都是我们的心产生的 心外 十无色也 什么意思 那么 心产生的色 心你拿来 我看看 心尚且没有 它所产生的色 能有吗 那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你看 我们就是这一颗眼 眼不见眼 心不见眼 就是一颗心 一颗心谁见谁啊 一颗心 它不能自见 一只眼 它不能自己看自己 你有两只眼 可以互相看 它就一只眼 好了 那 闭心相 尚且不可得 那由心 所产生的 这个相分 能得到吗 是真实的吗 不是 结是望心 所现相分 心外 实无色也 心外 确确实实 是没有色 那么 再往下来 问 这欧宜大师 自己提问了 也可能是他的学生 因为欧宜大师 在做列网术的时候 他是跟着几个学生 一起 他在列网术 后边的拔当中 感谢了几个学生 在关键的 性向关头 发问 就是欧宜大师 就是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 列网术的 这个起草 这个 这个 这个书写过程 问 细色 是 小秤观 就是他学生问了 细色 就是把这个色呀 把物质 切割 这是 小秤的 修 观嘛 修 观就是修 这是小秤的修行方法呀 那我们 既然是大秤起信论 你怎么还用小秤的方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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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大秤的观呢 来修我们 现在的大秤的修行 来用在大秤上修行 问 细色是小秤观 云和大秤用之 我们 为什么 大秤要用它呢 这不是说吗 令观色等 结不成就 云和不成就 这是 起信论呢 大秤起信论 里边这些句话 他说 为分系 粗色 见智 微臣 富以方 分系 此微臣 事故 若粗若细 一切 出色 为是 妄心 分别影像 实无所有 那他的偶一大师 学生问了 这个细色 它不是小秤的修行方法吗 为什么我们大秤也用呢 这不是什么 大秤起信论里边说了吗 分系粗色 见智微臣 富以方分 细此微臣 为什么我们也要用这种方法呢 答 偶一大师回答 他们提的这个质疑了 质疑了 小秤细色 小秤 分系色的存在 和不存在 它的目的 小秤细色 是想证明色的真实性 只淡显人空 它未显示的是人空 因为人是由五蕴而成的 那我们一个人 这个色身 我们一个人的存在 是五种原材料组成的 色受想行使五蕴 五蕴的色蕴 我们证明它不存在 那么小秤 它的目的是证明 人是空的 那人是空的 那为什么说人是空的 因为人是五种东西 堆积在一起 蕴吗 五蕴吗 五蕴色身吗 五蕴身吗 那我们只要证明 人是不存在的 它是五种原材料 堆积而成的 那人不就是空的了吗 这是小秤的目的 那所以 它就第一个小秤就要证明 我们这个组成人的 这个物质 这一个堆积现象 叫色蕴 它成就不成就 它存在不存在 它就用分析 粗色 建制 微臣 它用这种方法来证明 我们这个人的物质 是存在的这部分 是不存在的 但显人空 它是目的 小秤细色的目的 不是为了大秤 它是为了显示 证明人是空的 人是空的 我们要证明 这五蕴 各个都是空 首先要证明色蕴是空 色蕴是空用什么 用细色 用分析 切割色这种手段 来证明色是不成立的 那不是色是空的吗 那蕴呢 受享兴之 我们也要证明它是空的 那这五蕴皆空 你说这人能存在吗 对吧 组成人的五种原材料 尚且不存在 那组成的人能存在吗 小秤细色 但显人 但是它的目的 并不想证明 这五种原材料是空的 它证明人是空的 因为人是五种原材料 组成的 五种原材料是真实的 五种原材料堆积的人 是被堆积而成的 是这意思 但显人空 大乘细色 那我们大乘也在分析这个色 也在切割这色 目的不是显人空了 不是为了表示 人是这个色运是空的 组成人的这个色运是空的 极显色法本空 我们是显这个色本身是空的 并我们的目的可不是追究 由色法堆积的人是空的 我们是说这个原材料是空的 这色根本就不存在 这是大乘 小乘认为色存在 色堆积的人不存在 它是五种方法组成的 五种原材料组成的 大乘不是怎么看 大乘认为色本身就是空的 你看 大乘细色 极显色法本空 顾约 所以我们说 顾约就是所以我们说 法无大小 大小在人 法呀 小乘的修行的方法 还是大乘的修行的方法 法没有什么大和小 大小在人 你要说这个法大 这个法小完全是看用这个法的人 他是怎么用 就是我们说的存心不动 事情上没有好和不好 关键给他存心 你看我们看了凡四讯 那个中风蚕食 学生问中风蚕食 骂人好啊 还是打人 打人骂人不好 敬人理人是好 中风蚕食说 未必然也 那可不一定 这就是什么 法没有什么好和不好 好和不好在人 那么中风蚕食 说如果是为了利益别人 打他骂他 都是善 如果是为了自私自利 敬他理他 对他礼貌 对他恭敬 都是恶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顾曰 法无大小 大小在人 完全是看 用这个法的人 他是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他用在大乘 大乘上 那他这就是大乘法 如果他用在小乘上 同样的方法就是小乘法 所以法是没有大小 大小在于 这个人是使用这法干扇 不归首要之欲 可身死也 不归首要之欲 可身死也 那么不归首要 不归首要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种药物 归呢就是冻裂的意思 不归首要 就是这个手啊到冬天 沾了水 被风一吹一冷 这手就裂了 我们说小时候我们不注意冷暖 这个也不戴手套 手动了 动了以后就裂了 形成了龟裂 像乌龟壳一样 那么不归首要呢 它就是这个药抹在手上 这个手呢 这个手春了 我们北方人叫手春了 这个春的现象呢就解决了 叫不归首要 所以这个首要一抹上 手就不伸龟疮 就不归裂了 那么这是一个小药 非常小的药 不是救命的药 也不是什么大药 像我们说塑效救心丸 像我们说的这种 是这个大药 不是大药 那么这种小药 能不能治大病 就这意思 不归首要之欲 这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它首先 它严格的意思 这个不归首要是说 使手不动力的药 叫不归首要 它可以用作比喻 比喻什么呢 微才博迹 微才很小的才能 很薄的技能 很薄的一点点技能 就这点微才博迹 它能解决大问题 就这意思 所以陆游曾经写过一首诗 这当中说的 就是意思 就是说攻这个城 所有方法都用了 各种武器都使用了 结果呢 那意思是说 谁用了一个小招 就把这城给拿下来 没费那么大劲 所以说不归首要 诗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就不归首要 把这个城 这个小技能 就把这个城给解放了 就攻下来了 就这意思 那么就我们老百姓 现在说就四两拨千斤 就这意思 就是不归首要 那么就是意思 反过头来就说 这个细色是小乘的 是小乘法 小乘法呢 可以用说是不归首要 是微才博迹 小乘跟大乘怎么比 小乘这些方法 是微才博迹 微才博迹 并不妨碍 分析大乘的方法 来分析大乘的问题 所以就是这个 微才博迹的 不归首要 就是这个微才博迹的 细色 这一个方法 就把大乘这个色运 就解释掉了 色不成立 所以法无大小 大小在人 关键是用这个法的人 可深思也 我们一定要可以 深深的思想这件事情 想明白这件事情 想清楚这桩事情 那么这个就讲了色运 不成就 云和不成就 我们说细色 通过细色 我们就发现色是不存在的 那么你因为所谓色的定义 一定是有方分 是有体积 有体积我就能切 能切它就不存在 那你要说一直切 切到它没有体积 没有体积 它就不是色 那不是色 那还有色吗 那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色不成就了 所以它就自己 这个逻辑非常严密的 你要有色 它就有体积 有体积我就能切 能切 你说那色就不存在 所以色不存在 那你说我这个色 没体积 但是我有色 不可能 因为色都有体积 你说没有体积的色 是不存在的 所以色不成就 两种方式 两种路都给你堵住了 你说它有体积 我可以分它 它不存在 你说它没体积 没体积根本不是色 不是色 那不是色就不存在了 对吧 那这是什么东西 你管它叫色运 你说那色根本不存在 因为色是有体积的 有色运 色运就釜底抽筋了 色根本不存在 因为它没体积啊 那色运不存在了 它还有受想行实 四运的 一共是五运 大家注意啊 这个八十 八个新毛 再加上五十一个新锁 它所产生的法 都叫有违法 有违法就是有造作的法 有造作的法 有违法都有生住一灭 产生停留 变化灭掉 这叫有违法 这叫有违法 那么有违法 当中 就是有造作的 是通过八十和五十一新 所造成出来的法 叫做有违法 叫起心动念 一一觉故而有不觉 妄念弥生 由于有觉产生不觉 由于不觉产生妄念 由于妄念 我们产生了相分 由于相分 我们管它叫色 所以你看这色法 是从哪产生的 是从妄念产生的 对不对 是从妄念产生的 那这个是不成就的 这个是不成就的 那么 这个我们零零总总 这么多法 我们归归类 有多少种法呢 佛说这样吧 这个法当中 我们先切一刀 分成类 一个叫色法 一个叫心法 色法就用今天来讲 就是物质法 就是物质 心法呢 今天的话 精神 我们先把所有的法 分成精神和物质 精神和物质 要说这法 太多太多了 总结一下 叫白法 好像我们大乘 经教当中 有个叫白法 明门论 白法明门论 有一百种法 也是总结 高度总结 这白法 我们还太多 还太多 我们把白法 又给总结 提炼 变成五蕴法 色寿 小行事 简单的说 叫五蕴法 展开了说 叫白法 再展开了说 那 实法界 就太多太多了 太多了 不便于研究 所以我们必须得总结 所以总结呢 我们就总结了五种法 五种法 第一种色法 不成立 不成就 下面呢 还有四种心法 精神上的法 受想行事 受运 想运 行运 实运 这四运 是四种精神堆积的法 这四种法 成就不成就 色法是不成就了 色运是不成就 那么精神 是不是还成就啊 所以我们认为 物质成立 现在这个打破了 那精神 是不是有独立的 精神存在的 一个看得见 摸得着的 实体的精神 现象存在呢 不存在 推球与运 启行者来说 推球与运 推 球 推球就是 探寻 求 求索 推球于运 其他的于运 就于四 受想行事 这四运 那么这受想行事 这四运 可就没有方分了 就没有体积了 它有的是什么呢 它有的是时间 受吗 想吗 行吗 时吗 那么这受想行事 它是要靠时间来完成的 那么推球于 那我们就看了 首先 我们先看看 什么叫受想行事 什么叫受想行事 这个 就是我们不是说了吗 父赐 为令众生 从心生面门 入真如门骨 令官色 等 皆不成有 等什么呀 色受想行事 等 就等这个 云和不成有 那么我们色运 已经分析了 粗色 细此微臣 事故若粗若细 一切诸色 为时妄心分辨影像 节无所有 失无所有 推球于运 就剩下的四运了 所以这五运法的概念 就在这里提出来了 前面他们还没提色运 到了后边 推球于运 看来他讲的是五运 见之刹那 求此刹那 向别飞 这是启性的 我们推球 我们研究 这个其他的四运 我们给他分析 用秒为单位 刹那为单位 刹那就是最小的 时间单位 微臣是空间的 最小单位 最小的空间 叫做微臣 最短的时间 叫做刹那 那我们分析 这其他精神活动的 这四运 这四种现象 我们分析到 刹那这个级别了 最小的单位 那我们求此刹那 我们来研究这一刹那 这个刹那 是什么呢 是一种什么样的象呢 什么样的象貌呢 象别飞 就这一刹那 还有好多好多的象 在这更迭和变换 所以这个刹那 你不能说是 生啊 还是灭啊 不能说它是存在啊 还是不存在 因为在这一刹那当中 它这个 卫生 生 就是卫生 预生 生生意 这四个精神活动 必须得具备四个阶段 第一 卫生 没产生这种精神 预生 准备产生 第三 生 第四 产生 产生完了 它一定有这么一个 生老病死的 一个过程 卫生 预生 生 生意 任何一个精神 这个四孕 都是由这四个 变化过程 在这相续 卫生 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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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开始 卫生 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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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回来去这样 像一个链条一样 所以 你在研究 你说你一个小时 从一个小时 研究到一秒钟 这一秒钟可以了吧 你说这一秒钟的精神活动 应该是相对稳定的了吧 不行 那求此刹那 像别飞 这一秒钟当中的精神活动 像来别 别就是不一样 非一 不是一个像 你到底是生啊 你还是生完了啊 你还是没生啊 你还是准备生啊 你看 卫生 预生 生 生 精神活动 是由这四个东西 刹那刹那组成的 连续不断 你不可能说我停留在卫生 你也不可能停留在第二个阶段 准备生 预生 你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生这个阶段上 你也不可能永远停在生完了这个阶段上 所以你虽然从时间上 你找到了一个最小的时间叫刹那 你来描述这个精神活动 但是就这一刹那当中 他这个精神活动的相 相框 别 不一样 非一 不一样 多少啊 不是一个 四个 四个是刹那刹那 更别的 更别的 就是讲的 推球与运 建制刹那 所以精神活动靠的是时间来分析 时间当中 最小单位是刹那 就是刹那 我们来分析这精神活动 还有四项 四种项 乃四种项 卫生 预生 生 生 生义 这四个项可不是一个 卫生就不是预生 预生就不是生 生就不是生义 就不是生完 相别非一 所以你看他说 欧益大师说 次观 受想行识 四运 不成就也 我们前面关系了 观 观了这个色运 不成就 下面我们接着 在观察 在研究 受想行识 这四运 是不是成就呢 也不成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四运 推球 刹那心法 我们用四个 阶段 来推球 来捕捉 来研究 这个刹那刹那 生灭的心法 因为心法 都是刹那 它的现象 是刹那生 刹那灭 那么像这种 短时间生 短时间灭的 这种精神的 这种法 我们用四种 阶段来描述它 四运 推球 刹那心法 我们看能不能 找到这个心法 因为心法 一定伴随着 四种阶段 这四种阶段 如果有一个阶段 我们能站住它 能够把握住 那我们可以说 获得了 心法 心法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很不幸 我们用四运 来研究 刹那生灭的心法 它是四个阶段 刹那生灭 刹那生灭的心法 经历四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都停不住 每一个阶段 都不可责 没生 你没生 那么停好吗 没生 没生 马上一会儿就生了 就准备生了 准备生的阶段 你还没把握住呢 它已经开始生了 生了以后 你刚刚把握住 这生 它又灭了 生已 生结束了 无 占助性 四运 推球 刹那心法 用四个心法的四个阶段 来分析 我们刹那生灭的心法 我们说 未生 欲生 生 生灭 这四个欲 无 占实助 欧义达说 没有一刻 没有一点时间 它是停在那 毫无释法 你根本逮不着它 抓不住它 哪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 被你抓住呢 但有名字而已 只是有名字而已 说心法 叫受想行事 只是有受想行事的这个名字 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受 你可以得到 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想 你可以得到 等等等等 就是换句话说 这个精神活动的四运 受想行事 是得不到的 没有实法可得 只有名字 只有这么一个名字而已 千万不要把名字当真 真有一个受 真有一个想 那么我们现在呢 先把这段放下 我们看看五蕴指的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了 五蕴是我们心王和心所所产生的法 你不是说吗 阿勒耶诗 舍一切法 生一切法 生的这一切法 能不能简单点 生多少法 生一切法 然法 敬法 色法 心法 简单的说 叫五蕴法 展开了说 叫白法 再展开了说 三千打千世界 太多才 无量无边的法 无量无边 那这些法呢 可以说 都是 依据真如 不变的真如 随了你 妄想的缘而产生的 有多少法太多了 简单的 为了便于研究起见 我们最后给它落实在五种法上 五种大类 我们查了字典 我们在这学习一下五蕴的这个法的定义 五蕴 蕴者 积聚之意 积 积累起来 聚 聚合 就是运的这个意思 运这个词 就是 集聚 之意 它的意思是集聚 那么 魏 他讲啊 众生 由此无法 集聚成身 众生 是靠着 这五法 色受想行时 集聚堆积在一起 形成了这个身 你看你这个身 是怎么形成的 是这五种法 集聚 光有五种法不行 这五种法堆积在一起 很多很多的色 很多很多的瘦 很多很多的小 你看你这瘦 一下子一个小时难受 天上冷了 我感觉五分钟的冷 我在外边等人 这五分钟是不是堆积啊 它本来刹那心法 你怎么弄了五分钟 它被堆积在一起 所以你觉得这个瘦 是一个相对稳定 我能把握住的五分钟的冷 感受 实际上 它是刹那生灭的 因为它堆积 所以你感觉它真实 那么你要是说 推求 这个冷的感受 到了刹那 到了很短的时间单位 你发现 这个冷的感受 实际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 在这一刹那当中 这四个阶段 在不停的更迭 一会儿是这个阶段 一会儿是那个阶段 相别 它的相状 这个冷的感受的相 是不一样的 这没生 一会儿生完了 没生 生完了 不是一样 所以你说那个冷的感受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罗友 受孕也不存在 想呢 想也不存在 他就说这个 所以孕者集聚之意 为众生由此无法集聚成身 你这个身怎么成的 是五种东西集聚在一起形成的 复因此身集聚 有为烦恼等法 复因此身集聚 有为烦恼等法 能受无量生死也 你看 一语道破天机吧 又因为我们这个身 他集聚着 有为造作 起心中念 就是有为 有为的烦恼等法 他寄聚的这些法 是有为的烦恼的法 有为的烦恼的法 他是靠这些法 有为法和烦恼法 堆积而成的 能受无量生死也 他的前途 他的存在 能受 能够存在 无量的生死 无量生死 就换句话说 这个我们 这个 我们凡夫 我们众生 是靠五蕴色身 五蕴法 来 聚聚在一起 形成这个身 而这个五蕴法 是由于 有为跟烦恼形成的 所以我们这个五蕴身 是要受无量的生死 无量的生死 不是一次生死就结束了 无量的生死 一名也叫做五蕴者 为什么五蕴同时 有些时候我们叫做五蕴呢 就是阴天的阴 一名五蕴者 也为什么我们同时 也叫五蕴呢 这个原因是什么意思呢 蕴即盖腹之一 蕴就是盖住 你看树蕴 就挡住太阳 这块地就没有太阳 这个阴凉就盖住这块地 蕴呢 即盖腹之一 为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管五蕴叫五蕴呢 因为这个蕴字 有盖腹的意思 什么东西被盖腹了呢 这五种东西存在 它盖腹了什么 你管它叫五蕴呢 对不对 要不然你管 你为什么管这五蕴叫五蕴呢 因为它有盖腹的意思 盖腹什么呢 他下边回答 为 能盖腹真性也 因为这个五蕴身心 我们拥有了 我们就把真性啊 就给盖腹住 我们就见不到真性 就见不到真性 这个五蕴是真性 不变的真性 随着烦恼的元素 产生的幻象 就和我们的眼睛 本来啊 里边没有这个红的膜 突然有一天 得了红眼病 通过这个红眼的 这个病的这个膜 往外一看 哎呦 怎么这外边 什么东西都是红的呢 什么东西都是红的呢 其实这红的存在吗 你把这膜一摘掉 你发现身像红的不存在 这五蕴 就相当于 我们的眼睛上 有烦恼 最后我们看到 外界世界 是有五种东西 那你把烦恼杖 所知杖去掉 你顿时看到 外边实际上 并没有这五蕴 那么有了这五蕴 你就认为 这五蕴是真实的 你就认为 这五蕴是存在的 你就不知道 实际上这五蕴 是虚妄的 你知道这五蕴 是虚妄 并且证得五蕴 是虚妄的 那你就见到真性了 那么这五蕴的存在 是不是就让你觉得 有着虚妄的五镜 你可以攀缘 你把虚妄的五蕴 当成真实 你就迷失了你的真性 所以这五蕴 就遮蔽了 覆盖了 你的没有五蕴的真性 真性当中是没有五蕴的 这是意思 一名五蕴者 为什么也叫五蕴呢 因及盖父之意 为能盖父真性也 这五蕴确确确实实 引诱着你 向外看 把这五蕴当成真的 迷失了你的真性 迷失了你的本身的眼睛 你被眼睛上的膜 通过这个膜看到的五蕴 五种颜色 像五彩的颜色 你把这颜色当成真了 你迷失了你的眼睛本性 里边是没有五蕴的 那么翻译明义云 翻译明义是一本书 它当中说 就是讲 翻译成汉文这本书 就翻译明义 这是一本书的名字 说极极有违 盖父真性是也 这就是我们翻译明义 这本书上说的 极极有 它把有违法聚集在一起 有违就是有造作 起心中天 极极有违盖父真性 把真性给盖父 所以叫五蕴 那么好了 它下面就讲了 这五蕴 五蕴的第一是色蕴 色即止碍之意 色有质量 有一个物质 有一个质体在存在 这个质体 对你形成妨碍 你比如说这桌子 你走过去 它挡住你 那么色运 色即止碍之意 这个色讲的就是 止 有这个东西 并且它会妨碍你 你这个杯子 跟这个书 它就没法 它就会碰在一起 会有妨碍 这就是色 它的特点是这样 为 它就讲了 为 眼耳鼻舌身 这么多根 合合集聚 顾名色欲 我们这个身 是不是有五根 组成的 是 这五根 是不是都是色法呀 都是物质 都有指爱 眼睛 有眼睛的指 眼睛 有眼睛的爱 这个 这个眼耳鼻舌身 诸根 合合集聚 顾名色欲 那么 再往下来 二 受运 受 受运 受即领纳之意 受就是接受的意思 领纳 领取 接纳的意思 受 即领纳之意 为 讲啊 六时 与六臣 相应 而有六受 你看我们六时 眼时耳时 眼耳鼻舌身意 这六时 与六臣 六时的对象 就是相分 色声相畏处法 相应 六时与六臣相应 产生六种感受 眼见色 耳闻声 我们就会产生了感受 嗯 嗯 嗯 那么 你的眼睛 见到色 你的眼石 见到色尘 你就会看到这个色 这就是领纳 而石 闻到这个声 声尘 他接 他碰到的声尘 他能够领纳他 他能够接受 能够接到他 啊 能够接受到他 这叫受 所以我们的六时 面对六臣的时候 他能够知道他的存在 能够接受他的信号 哎 这叫受 还没处理啊 只是能接受到 这叫受 那么 为六时与六臣相应 而有六受 这就很多 有六种感受吗 有六种接受 啊 那么 何何极具 顾名受运 啊 那么 这个 六种受 堆积在一起 啊 眼有眼受 鼻有鼻受 啊 身有身受 这六种受 堆积在一起 就形成了什么呢 受运 我们的身体 能够领纳 这六根 能够领纳六臣 这六臣 狙击在一起 它不是一臣啊 六臣 狙击在一起 叫做受欲 六时 六臣 六受者 他解释 啊 眼时 受色臣 啊 你看 是不是眼时 接受色的这个信号 耳时 受生臣 鼻时 受香臣 舌时 受胃臣 舌头肠胃 啊 身时 受畜臣 身体 有接触的臣 受畜臣 啊 意识 受法臣 意识 就是我们的思想 研究事物 研究法 啊 受法臣 那么就是 六时 接受六臣 啊 接受六臣 那五运的第三运 叫想运 受想 行使的想运 想运 想及思想之一 你接受了以后 啊 你眼睛见了色耳 听了声以后 那你就开始想这些东西 你就开始琢磨它 你就开始研究它 这就是想运 其思想之一 为一时 与六臣相应 而成六臣 啊 你看 你的 眼耳鼻舌身意 接受了六种 臣 六种臣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想运 想运是谁啊 就是我们说的第六 意识 啊 是它在起作用 你既然接受了色生相畏触法 那么这个意识 就对这种六种受 进行了思想 为意识与六臣相应 而成六臣 你看 六时 接受了六臣 形成六种受 就要接受 同时 第六时 独立的又跟六臣 发生联系 啊 为意识与六臣相应 而成六想 那么这个六 第六时 又在琢磨这六臣 形成了想 思想 这六种想 和和聚聚在一起 叫做想欲 一会儿想色 一会儿想生 一会儿想味道 色生相畏触法 一会儿想这个 一会儿想那个 这六种想聚聚 是不是六种想聚聚在一起啊 我们这个人 是啊 是有六种想 是不是有六种受 是啊 有六臣 他就接受六 有六根 有六十 他就接受六臣嘛 那就有六种受 这六种受 这六种受 堆积在一起 是不是叫受运呢 这个意识对六臣 也在思想 那是不是就六种想 堆积在一起 是的 那就是想运 顾名想运 六想者 为意识着色想 什么叫六想 想运 即是思想之一 为意识与六臣相应 而成六想 合合集聚 顾名响运 六想者 为意识着色想 意识 着色想 捕着 执着 执着色 产生想 就是意识在研究色 产生对色的想法 就这意思 那么 为意识着色想 色着生想 生着香想 香着味想 味着处想 处着法想 法想法眼 六想 六想者 为意识着色想 着生想 实际上 实际上它是意思说 为意识着色想 意识着生想 意识着香想 意识着味想 意识着处想 意识着法想 是这意思 所以产生六想 色受想 行 行运是什么意思呢 也是精神活动 一个范畴 我们看看行运 是什么意思 行即 千流造作之一 行就是变化的意思 就是变化的意思 一个是变化 第二个是造作 行为 行动 为意识思想 诸臣 因为我们的 第六识意识 在思考 这个六臣 色生相为处 法 造作善恶诸行 因为它思想了 在思想着 这六臣 所以呢 它就产生造作 造作善恶诸法 善恶诸行 那么 它一会儿造善 一会儿造恶 这个善恶 聚集在一起 这个善行和恶行 聚集在一起 顾名行运 所以我们管它叫行为 有善的行为 有恶的行为 这两种行为 堆积在一起 叫行运 五 食运 食 即了别之一 食 就是了别的意思 食集了别之一 为以眼耳鼻舌身意 六种之食 六食吗 于诸臣境上 照了分别 何何举计 顾名食臣 食运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有六臣 我们要分别这个六臣 好和不好 那么我们的六食 在分别六臣的时候 我们有照料 分别 产生照料 我们六食 在分别六臣的时候 我们产生了善和恶 就是染和净 好和坏 这些结果 那么我们的意识 眼耳鼻舌身 意 这六食 对于六臣 出现的时候 在上面产生分别 这六种分别 积聚在一起 我们管它叫食运 就是了别的对积 哪一种了别 眼对色的了 眼食对色的了别 耳食对生的了别 那有一共有多少种了别 有多少种 但是这个了解它和分别它 六种食 有六种了别 这六种了别 是不是在一个人的身上都存在 是 那堆积在一起了 堆积 所以叫食运 这就是五运 这就是五运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看 推求余运 见至刹那 求此刹那 相别非一 欧依大师说 次官受想行时 四运不成就也 四运推求刹那心法 这受想行时 都是心法 心法 我们研究到最小的实践单位 叫做刹那 我们在研究这一刹那的心法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心法一般的产生过程 是要四个阶段 四运推求刹那心法 为 乃四运推求刹那心法 为 未生 欲生 未生就没产生 这心法没产生 未生 欲生 准备生 想生 第三 生 第四 生已结束 生结束了 无暂时住 没有一点暂时时刻 它是停在那的 这四运 四个阶段 没有一时 它是停在那不变的 毫无实法 根本捕捉不到 根本捕捉不到 但有名字而已 这受想形式只是有名字 确确实实 看不见摸不着 捕捉不到 看不见摸不着 捕捉不到 那么这个云 还有吗 刚才我们说色云没有 受想形式 这四个 有吗 这四云 也就没有了 也就没有了 那么 四云 四云 它说了 就四个 一个心法的 变化的四个阶段 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呢 叫四云 那么我们看看 字典上怎么解释 这个四云 欧义达是写的简单 字典上说四云 聚云 如果完整的说 四云心 我们的心呢 是四云 云是运输的意思 云就是四个阶段的意思 运是走向的意思 那么 四个 四种 走向 形成心法 经历的意思 聚云 四云心 凡人之起念 有四位 凡人 就是想我们 我们产生念头的时候 是有四个位置 有四个状态 一 未念 就是偶遗大师说的 未生 没有想 没有起念 例如 人 知念 松 比如说 人考虑这个松树 人知念松 虽未起松念 然后 必起 知 知未也 比如说 我们考虑 松树这个念头 我们在考察 人的松树念 虽然 虽未起松念 虽然我还没有产生松的念头 然后 必起 知 知未也 但是后边一定会起松的念头 在这个时候 这个位置 叫做未念 也叫做未生 就是我 人产生松的念头 但是呢 松的念头还没产生 但是后边一定会产生松的念头 在这个位置上 叫做未念 欧一大师叫未生 二 欲念 第二个位是什么 四位吗 第二个位是什么呢 第二个位叫欲念 将起松念之位 将要起松树的念头 这个位置 三 正念 正起松念之位 正念就是我产生了松树这个念头 产生松树的念头 四念义 四念义什么意思 念松 记义之位 松已经想完了 就这个位置 就是生义 或者叫念义 四念义 就念完了 想完了 念松 记义 念松 记义 已经结束之位 此四位 此四位 名思云者 那为什么管这四个位置 这念头的四个位置 叫思韵呢 以未念 欲念 正念念义 念念相续 而运行故也 为什么管叫思韵 他在四个阶段 他不停着 未念 欲念 正念念义 这四个位置 他老是相续 从这儿变当这儿 从这儿变当这儿 老跟这儿动着 念念相续 而运行故也 运不就是动啊 运输嘛 就动 运行而已 那么 他就这意思 那我们 就考察 这个刹那 信念 是这四运的 这么一个组成的 所以这四运当中 任何一个运 一个阶段 四种阶段 来相续 不断运输 运辩 运动而已 动 所以我们 他不停 他不停 我们就没法把握他 没法把握他 那我们就说 他毫无实法 只有名字而已 这叫什么 这叫 五运法 我们推求 这五运 都是不存在 都是不存在 那么这是有违法 有违法 有违法就是 有造过的法 就是有生住意灭的法 有生住意灭的法 就有违法 都是由于 有造作而产生的法 那么这种法 它的现象是生住意灭 是变化的 那么对于有违法来讲 还有一类法 叫无违法 不是靠造作而产生的法 不是靠造作而产生的法 那么不是靠造作而产生的法 它就不受生住意灭 生老病死的影响 还有不变化 叫无违之法 那你看我们 这个起心论上怎么说 无违之法 亦复如是 那他研究有违法了 前面五运是有违法 无违之法 他现在在讨论无违之法 亦复如是 也是这样的 离于法界终不可得 离开法界 是说到底是得不到的 它是由法界产生的 无违之法 是由法界产生的 那么我们 有违之法 是生灭法 生住意灭 那我们在研究 这个有违之法 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发现 实际上是有一个 无违之法 产生了有违之法 你怎么知道 这个无违之法 产生的有违之法 是有一个 不生不灭的法 产生了生灭法 这个不生不灭的法 叫做无违法 那么你从何知道 这个无违 不生不灭的法 是谁想出来 谁创造出来的 是法界 法界是什么 法界我们眼耳鼻舌身意 我们第六识叫意识 意识的相分 是法 对吧 意识的相分是法 那么叫法界 十八界嘛 六识六臣六界 那么 意识对的是法臣 对的是法臣 这个法臣也叫法界 那么这个无违之法 完全是意识的法臣 完全是意识的法界 对吧 意识的对象 意识的相分 叫法界 那么这个无违之法的产生 是从这个法界产生 对不对 是意识产生的 是你琢磨出来的 是你研究出来的 那是不是就是 我意识的见分 它的对面是相分 那么这个无违之法 是对面这个相分 叫法界的 里边的义法 那我就问你 他离开这个六识 这个 就没有法界 没有法界 他能有无违之法吗 那无违之法也不存在 所以无违之法 是靠着法界 研究出来的 它是法界的义法 而法界又是意识的见分 能见就产生相分 那法界又是六识的 见分的对象 叫相分 所以离开六识 哪有什么独立的法界 哪有什么独立的无违法呢 那是因为我们出现了有违 我们为了研究有违 我们发现还有一种无违 这个无违法 是谁研究出来的呢 是我们的意识研究出来 是我们意识的相分 我们意识的相分叫法界 因为意识 它接受的这个尘 眼识接受的尘是色尘 意识接受的尘是法尘 那么所有的法 都是从意识的相分产生出来的 那么产生法的这个源泉 叫界 所以叫法界 那么离于这个法界 那无违怎么出来呢 就出不来了 终不可得 离开这个法界 终不可得 无违之法 所以无违之法 是靠着法界产生 而法界又是忘心 六识 第六识所产生的 第六识 又是由莫娜产生的 莫娜又是无名产生的 无名本来就不存在 那它产生的法界怎么会存在呢 法界尚且不存在 有法界所产生的无违法能存在吗 也不存在 次观 我们看偶一大师解释 次观 无违之法 不成就也 我们在有违 我们看了不成就 色受想行使 我们看看无违成就 如果无违也不成就 那有违无违都不成就 是不是十方诸法 那就都没了 都不成就了 那法制就不能存在啊 法制不能存在 那五运法组成的 这个众生的身心 这个身能存在吗 那就更不存在了 法上且不存在 由法组成的人 怎么能存在 所以人空法空 人空法空你都正德了 这叫什么 正德变形真如 什么叫变形啊 你正德人空真如叫偏形 偏真真如 剩了一半 偏了 你再把法空的正德 叫变形 你这个真如 变人变法 你都正德了 所以你这个叫做 法身大师 叫法身大师 我们在看 欧瑜大师说 次观 无违之法 不成就也 我们次就接下来 我们在观察 无违之法 是不能成就的 为什么这么说 色心念念 生诸一念 前面讲的是五蕴 色心 念念 生诸一念 可不是吗 你一起心中念 色法就出现了 那是不是色法 也受你念头的影响啊 色 离开心就没有色 而心是刹那生灭的 所以色也是刹那生灭的 那么心法 就受想行识 这心法 也是刹那生灭的 由于它是刹那生灭 它所带来的相分 也是刹那生灭的 你看我们说 它带来的相分 也是刹那生灭 我们说能见 所以才有所见 能见如果起来了 所见就起来 如果能见灭掉了 所见就灭掉了 那就话一句话说 精神如果产生了 物质就产生了 如果精神灭掉了 物质就灭掉了 那就这意思 那么见分跟相分 见分是精神现象 相分是物质现象 那么见分产生了 能见产生了 就产生所见 能见灭掉了 所见就灭掉了 所以所见 是被能见所牵动的 能见有了 所见一定出现 能见灭了 灭了 所见一定灭了 好了 那我们研究能见 能见叫做心法 这个心法是刹那生灭的 四孕 未生 欲生 生 生意 那它是刹那生灭的 那么这个相分 这个物质 不是也是刹那生灭吗 所以色心念念 生住意灭 那真是这样 念念生住意灭 这个时候他讲这个色 就不再用那个 因为它有方分 有体积 我在切这个色 所以色是 为时望心分别影像 它不从这个体积 这个角度 它从什么呢 色是由心产生的 心是刹那生命的 色也是刹那生命 色既然是刹那生命 你能捕捉住一个实色吗 当然捕捉不住 那么他说 次观 无畏之法 不成就也 色心念念 生住意灭 我们先讲五蕴 色蕴 心 心蕴 心蕴就是受向 心时这四蕴 色心念念 生住意灭 名为有为 名为 名有为法 我们管这种 生住意灭的法 叫做有为法 对此有为 假施 舍 比无为名字 对于这种 有为的法 对于左边 我们说有右边 对于这个 有为的法 对此有为 假施 假施舍 比无为名字 然后我们 假就是凭借着 施舍 就建立 舍立 对因为有有为法 所以我们针对 有为法的存在 我们又建立了 无为的名字 那我们 有为法 是相对于 无为上存在的 无为法 是相对于 有为法存在 既然你说 有有为法 那就一定 有意法 是无为的 对不对 所以 无为的名字 让我们 建立起来 是因为 它有有为法 因为它是有有为法 那么有有为 那就有无为 对吧 有和无相对的 你说这法 是有为的 那么是不是 还有法是无为的 是的 因为有有 它就有无 所以无为法 是受到 有为的牵连 而带出来的 有为上不可得 我们说 有为的五蕴法 色受想行之 我们得得到吗 得不到 尚且得不到 那么 依据于有为 而我们设立的 这个无为法 那就更得不到 左上且得不到 相对于左而产生的 又能得到吗 也就这意思 那么他说 那么 假师舍 假师舍 比无为名字 假师舍比无为名字 我们对此有为 我们针对这个有为的存在 我们假师舍比无为名字 我们建立了无为的名字 舍里了无为名字 有为上不可得 有为法 刚才说五蕴呢 得不到 无为 只是十八戒中 法界所舍 无为法 那只是 十八戒当中的 十八戒就是 掩耳鼻舌身 意 这六戒 色生相畏处法 这六戒 然后 然后这六根 六尘 六十 加起来十八戒 那么这无为之法 是十八戒中的 哪一戒包含呢 法界所舍 法界所舍 它是不是 不是真实存在的 是由你的思想产生的 这思想所产生的法 叫法界 那么 它是被这个法界所包含 乃 什么叫法界呢 法界是怎么回事呢 乃 第六十 所缘影像 你看 第六十 它的见分 它攀缘相分 这个第六十的相分 就是法界 那么 第六十的相分是法界 由相分所产生的 这个无为法 是第六十 所缘的影像而已 是第六十 因为有见分 因为它要琢磨事情 要琢磨有为和无为 所以它产生了无为 所以无为法 是被琢磨出来的 那么被琢磨出来 这法 叫 是从法界产生的 这个法界 是第六十的相分 第六十 所缘影像 所缘 谁在缘 第六十的影像啊 谁在缘 第六十的相分呢 第六十的见分 第六十的见分 它只要能见 它所见的相分 就一定出现 所缘的相分 一出现 一定有所缘的影像 所缘的影像 就是我们法界里边 这些法 你琢磨出来 这些东西 那么 起离色心之外 有十常法 有十常法 名无为在 那么好了 既然我们这个无为法 是第六十的相分 是第六十见分 所缘的影像 那么这个无为法 离开色心之外 离开色心之外 有十常法 我们管它叫无为吗 有一个实实在在 离开色心之外的法 叫做无为法吗 没有 因为你看 这无为法 是第六十的 所缘影像 所以离开第六十 哪有无为法呀 那第六十是什么 第六十就是心法 那么这个心法 第六十是心法 这个心法的能见的见分 就会出现所见的相分 那么这个相分 对于六十的见分来讲 它是色 所以离开六十的见分 这个心法 怎么会有六十的相分 这个色法呢 而六十的相分 这个色法当中 有一法叫做无为法 那是不是离开色心之外 就没有一个真实的 独立的法 独立于法界之外的法 叫无为法 就这个意思 所以有为跟无为 讲到这里 那都是不成立的 都是不成立的 有十常法 名为无为哉 那好了 有为无为都不存在 那么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如是十方一切诸法 应之显 如是 如果这样说 十方一切诸法 十方一切诸法 十方讲的就是 我们说的世间 我们讲的世间 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有十个方向 东南西北 东北东南西南西北 上下的十方 那么这个 一切诸法 在世间上来讲 存在于十方 十方一切诸法 你无论走到哪个方向 它都有法 叫法界 法的边界 就在世间 十方世间 一切诸法 应之显然 应之显然 都是这样 诸位 我们这时候讲到这个时候 十方 是空间 一切诸法 是法 这是什么 你看我们说 无为之法 是第六识 所原的影像 就是第六识的相分 是无为之法 六识 叫意识 有六识的是什么 是人 是有我 是有人我的 那么有人我的这个概念 就是六道凡夫 到了小乘 声闻原觉二乘之后 他就没有人我的概念 所以我们这里讲的五蕴 是针对人我 而讲的 受想 色受想行使 五蕴身心 五蕴身心 所以十方 一切诸法 这个十方 讲的是世间 也就是六道 人的生死问题 没有解决 这个世间的一切诸法 换句话说 有为的生 有为的生都一灭 和无为的不生不灭 都是这个世间的众生 所产生的 都是你的六识 所产生的 这个六识 依附于莫娜 依附于阿莱耶 所产生的六识 这个六识 所创造了一切法 这个一切法 生存在十方空间当中 这个十方空间 叫做世间 它不是初世间 所以我们到这里 我们就明白 他所讨论的 都是世间的法 世间的法 它是叫有为 针对这个有为的法 我们研究无为法 这无为法 谁研究出来的 还是第六识研究出来的 还是第六识研究出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这些法 我们世间上 就是我们生活在生死世间的 就是新的生灭门 给我们带到世间了 我们新的生灭门 给我们带到生死世间 这个世间的一切法 怎么样呢 应知息然 都是不成立的 因为这个世间的所有法 无外乎 有为法和无为法 有为尚且不能成立 研究有为 所产生的无为法 怎么能成立呢 它是第六识的相分 所源的影像 离开第六识 就没有见分 没有见分 就没有相分 所以无为法是相分 六识离开了 就没有这个无为法 那是不是离开我们的妄心 就没有无为法 产生无为法的第六识 尚且是妄 是虚妄的 那它所产生的无为法 怎么可能实实在在就存在呢 好 那我们又说 真如是无为法 方便而已 假语言语 另让我们舍去文字 千万不要执着 真有一个无为法 产生有为 那是因为我们要描述 有为所产生的源泉 叫做真如 所以我们用真如的字眼 我们就用无为的字眼 来形容它 如果随言直译 我们随着这个语言 来执着它的意思 真有无为 真有真如 生妄分别 不得实质 我们就生了妄的分别 不得实质 所以无为之法 是我们的意识 所产生的相分里面的意法 千万不要认为 真的在有为的旁边 有一个无为法 产生有为 就怕你着这个无为的相 真如尚且没有 无相 怎么会有无为呢 那我们没有要描写这个真如 真如非有相非无相 你能说真如是无为相吗 你能说真如是无为相吗 不能说 所以 如是十方一切诸法 应之昔然 有为无为 既不成就 有为无为 既然不成就 则十方世界 讲的我们世间 更有何法可成就业 那还有什么法成就的呢 那就没有了 此则生灭无性 那么十方世界 就是生灭的世界 十方世界 没有任何一法成就 那么我们十方世界的 这些法的生 和法的灭叫生灭 有性吗 没有 不成就啊 他要有性 他要成就 那你灭不掉他呀 所以我们在十方世界 看到各种各样的 有为和无为法的生生灭灭 这些法 这些法根本就没有成立起来 换句话说 这些法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不存在 他哪有性啊 性就是不变的意思 谁都抹不掉的意思 谁都扼杀不掉的意思 所以生灭无性 因为这些法都不存在 都成立不起来 所以生灭的这些 十方诸法 十方世界 一切有为无为 都不能成立 当体即是真如 那它是什么呢 当体就这个生灭的法 它本身就是真如 生灭无性 那当体即是真如 明义 这不就明白了吗 所以你要这样做 你不是就从生灭门 走入真如门了 就从生灭门 就走入真如门了 所以呢 这就讲了 我们如何从新的生灭门 进入新的真如门 就是要分析这五蕴 让这五蕴的有为法 全都不成就 那有为法尚且不成就 研究有为法的无为法 只是法 只是我们一时的 的相分 里面的一法 无为法 所以有为无为都不成就 那么这些东西 十方世界的这个有为法 无为法都不成就 那么生灭 新的生灭门 所产生的法 除了有为就是无为 如果在新的生灭门里 所产生的有为法和无为法 都不成就 那生灭门里边 所产生的这些法 是无性的 是无体的 是不存在的 所谓生灭是无性 生灭是无性 你就看破了生灭 那么举个例子 新的生灭门 就相当于镜子成的影像 这个成的影像当中有两法 一个叫有为影像 有为影像 一个叫无为影像 有为无为 有为无为 都是镜子所成的影像 那么这个镜子 产生了影像 这叫有为 确确实实能看到 有北海有香山 我只要给它北海 它就照北海 只要给它香山 就照香山 这叫有为 靠造作产生的 然后我们说 这个有为法 是生住一灭的 对吧 你给我这个香山 我就照出香山 你给我北海 我就照出北海 是靠造作 是靠创造的 那么这个东西 有为法的产生 是靠一个无为法的 来产生的 这无为法就是静体 你怎么知道 这个有为法 是靠无为法产生的呢 是你的第六诗 所琢磨出来的 是你的思想 所研究出来的 你的思想研究出来的 你就认为 它存在 有一个无为法的 有一个无为法存在 并且它叫真如无为 或者叫责灭无为 那你就会执着 真有一个真如为 我能够得到 那么是不是 你就会落到一个 误区当中 抛开镜子所成的影像 真有一个静体 让我得到 而这个静体 它跟成像无关 诸位 那么是不是 这个静体 跟成像无关 这个静体就可以 不成像 它叫真如 也会容易陷入 这个误区 那么这叫无为吗 那既然有无为 无为是真如 那这个真如 好像跟成像没关系 那么它成的像 那么在成像之外 有一个真如 叫无为法 那是不是读了于 像之外和用之外 有一个不成像 没有用的真如 这就错了 因为真如是体 体都在像用里面 如果你真要执着无为 你就执着只有体 而没有像和用的 这么一个东西 叫真如 这完全是错误的 所以它就怕你这个 它说 你这个无为法 是你的意识里 所想象的 它存在 有一个东西 它跟像用没关系 它只有体 它叫真如体 实际上真如体 都不变随缘了 要不然随你觉悟的缘 变成了佛的像用 要不然随你迷惑的缘 变成众生的像和用 我们说众生不觉像 有三细像 加六粗像 九像 觉悟有四像 四种大像 如清净 四种大意 如清正气空 你看 四加九 十三像 这十三像 都是真如不变 虽缘 要不然真如 在觉像里面 要不然真如 就成不觉像 你想在觉像和不觉像当中 找一个无为法 叫真如 没有 就这个意思 没有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 有一个无为法 让你 叫真如 让你能够得到 不是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此地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